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载人飞船神舟12号在今天稍后瞄准9点22分这个时间点即将发射升空 三名航天员目前正在飞船发射现场 我们来看看现场画面 就在刚刚6点 五分钟准备完毕 天津 五分钟准备完毕 九泉 五分钟准备完毕 亲身 五分钟准备完毕 双程 五分钟准备完毕 武汉 五分钟准备完毕 好 就在刚刚6点半左右的时候呢 三名宇航员是已经完成了一个出征仪式 他们目前已经到达了发射塔架的第九层 那么有关这一次航天任务的最新消息呢 我们也连线到正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特派记者霍文伟 来了解一下 魏魏你好 你好 阿子 程泽 我们看到目前三名航天员呢 已经在做着最后的准备等待工作了 可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您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情况呢 是的 程泽 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在发射塔架的九层三名航天员 刚刚稍早之前是工作人员对三名航天员的航天部 各种状态进行了最后的确认 我们也观察到一个细节就是三名航天员 尤其是博明发现了镜头之后 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面向镜头招手 并且带领三名航天员一起向镜头招手 可以看到三名航天员现在的状态是非常轻松 整体的状态也是比较好的 他们现在所在位置就是神州十二飞船的入舱口的舱口位置 他们做好各项的检查准备工作 尤其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工作人员也进入到舱内进行最后的检查 检查完结束之后三人将会进舱做最后的准备 准备下一步九点二十二飞的发射的相关工作 同时我们在画外音当中也听到的是指挥中心的各种指令 是确认包括各个监测系统 无论是太原还是各监测站的一些运行情况 目前都是正常的成本 是我们现在看到三名航天员正在尝试逐个的进入到舱内 那么这一次的航天任务呢 我们也知道是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任务有什么样的特点和意义呢 是的 如您刚才介绍这次的载人航天任务 是中国空间站建设过程当中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 这是中国空间站在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第四次飞行任务 而这次三名航天员是进入到中国空间站核心舱 是在4月29号发射的核心舱之后成为首批入驻的成员 他们进去之后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包括我们的实验装备 包括核心舱的装备是已经到位情况下 他们到了之后首先要进行各方面的检查 我们的装备的情况 包括进行一定的维修维护 舱外的一些设施的维护 都是他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的重点 尤其这一次对于三米航天员来说的话 压力比较大的是有两次长时间的 可能时间会达到六到七个小时的舱外行走 也就是太空行走的 进行舱外的维护维修工作 对他们压力比较大 他们一直也都是在加强各方面的训练 做各方面的准备 尤其我们知道中国的空间站 未来要建设的是一个太空的实验室 大量的实验设备是已经到位的情况下 现在也要进行各方面的一个准备和确认工作 三名航天员是职业航天员 他们是从飞行员出身 主要还是进入到空间站之后 对一些科研设备的确认 给他们也增加了相当大的一些压力 是的 维维 我们看到目前第二名航天员 在和现场的工作人员挥手致意之后 也在现场的其他技术人员的协助之下 缓慢地 谨慎地 但是有条不紊地进入到太空舱 那么我们的实事评论员宋忠平先生 也同样在我们的画面跟前 科夫也为我们来说一说 目前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现在是三名航天员 有序地进入到了航天舱 也就是我们飞船的返回舱 那么实际上从飞船自身来讲的话 我们的神舟飞船 从5号一直到现在的12号 都是采用的是三舱的设计 也就是里面要包括轨道舱 还有返回舱 另外还有就是推进舱 这种三舱的设计的话 也是确保整个飞船 处在一种先进性 而且这种设计的话 相对来说 也是作为飞船技术本身来讲的话 也是具有很好的一种可适用性 你像这种返回舱 你看实际上现在这个航天员 所进入的就是三舱里面的返回舱 为什么要进入返回舱呢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 就是火箭在发射的时候 那么在返回舱的时候 如果要是出现了一些其他问题的话 可以启动返回舱 尽快地返回 这实际上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还有轨道舱 轨道舱的话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这个轨道也会在天上 还可以继续工作 如果是单个飞船的话 轨道舱就相当于就是一个小的航天器 那么作为飞船的轨道舱 它本身还带有一个对接口 它就可以和我们的天河核心舱 来进行实施的对接 这种对接的话就确保能够形成一个组合体 你看我们现在的航天员 实际上在每一个进入之后的话 都会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就跟我们平时开车是比较类似的 也需要把自己要固定好 这样的话 再确保火箭在上升飞行的时候的话 对每一个人的生命健康 包括每一个人的这种状态 做到一个更好的维护 而且你看旁边有一些帮助航天员 在执行一些工作的这些人员 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在询问航天员的这种心理状态 包括它的身体状态 那么我相信这个时候三名航天员的心理素质 应该都是非常好 但是在飞行之前的话 难免可能会心里面也会有些紧张 所以作为其他的一些地面的工作人员 也需要抓紧时间来进行相应的疏导 你看现在航天员手里面拿的笔拿的纸 实际上也就是要把自己在进入舱室之后 包括在飞行过程中的一系列的过程 也都要记录下来 这实际上也都是要按照相应的操作规程 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些努力 那么现在距离9点22分 还有大概这么三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这三名航天员也会按照各自在地面培训的一些要求 包括你像宁海胜 宁海胜本身已经两次乘坐神州飞船飞上太空 所以的话它对我们的神州飞船其实并不陌生 而且有很多东西也是非常的熟悉 那么进入我们的飞船之后的话 还是需要把周边的一些飞船的环境了 包括一些控制按键了等等 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熟悉 而且来看这三名航天员实际上是坐在不同的这个座位上 那么中国的神州飞船 它实际上采用的是三人制 也就是每次能够把三个人送上太空 那么在整个全球范围内对比来看的话 那么中国的神州飞船的设计 包括它的建造的思路也是比较浅沉的 你像我们神州飞船的话 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 我们一步跨入到了其他国家第三代飞船的技术状态 也就是通过三舱制 另外就是多人制 你像最早的时候 其他国家的飞船的基本上上天就只有一个人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人 未来我们现在正在研制的新型的飞船 可以最多达到七个人 这样的话 我们一次可以上天的航天员就更多一些 那么现在作为我们的航天员来讲的话 正在在设施前的一个准备工作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必须按部就班 有条不紊的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就是在航天员 在路上大概十分钟的时间 还手里面拎了一个小箱子 那个小箱的其实是一个通风器 也就是一个通风箱 相当于就是每个人拿一个小的风扇 这个小的风扇就确保在路上的这十几分钟的时间 确保这个舱内的航天服处在一种 可以空气流通相对舒适的状态 那么一旦进入到神舟飞船之后的话 就不需要那个小箱子了 小箱子就需要留在地面 然后它就会把小箱子连接的那个管路 直接连入到飞船相应的管路 确保舱内航天服空气能够处在流动的状态 人员处在一种比较舒适的状态 而且你看三名航天员都在做个人的准备工作 包括有很多事情都需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 也在等待即将到来的发射的时间 那么相信几位航天员也都是心情比较激动 比较紧张 但作为航天员来讲的话 这个心理素质要求是非常非常之高 这也是在选拔航天员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为什么你看世界各国的航天员 包括中国的航天员都要从飞行员里面 尤其是尖机机飞行员里面来选择航天员 就在于尖机机飞行员的心理素质是比较高的 而且耐载荷的能力也比较强 你看这个飞船在飞行期间 有可能它的载荷能力要达到六个级 甚至达到八个级 那么一般人是受不了的 所以为什么航天员要经过长达几个月的训练 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其实训练时间会很长 他们大概要经过四年到五年的训练 而且在训练过程中的话 还未必能够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 也需要耐得住寂寞 一旦任务选择了某一位航天员的话 这位航天员将会成为我们的成组之一 来执行飞天的任务 相信这三名航天员都非常的骄傲 非常的自豪 毕竟作为我们新一代的空间站的第一批航天员 进入到我们的空间站 他们所存在的是一个历史 另外也掀起了一个新的篇章 让中国航天站在发展的过程中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直走到今天 确实也是非常不容易 你像之前我们航天员 其实已经进入过我们的空间站的一号 也就是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 但无论是天宫一号 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是目标飞行器 它并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 而直到我们的天宫二号 我们才能把它称之为是一个空间实验室 但是到了我们现在的空间站的话 它就是完整的一个空间实验室 是一个空间站的概念 所以期待我们的航天员尽快能够完成准备工作 然后进入到待机的状态 陈子 是谢谢宋先生我们带来的一个现场的解读 我们看到画面当中的三名航天员都已经全部进入到飞船当中 并且做着最后的调试工作 刚刚也是非常沉着冷静的 把自己调试到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 并且分别都拿出了他们的备忘笔记 工作手册 在进行最后的一个对照和巩固 还把一些细碎的物件都装进了袋里面 也是在做最后的准备 那我们相关的现场情况 也继续再来连线到正在前线的记者霍伍伟 来了解一下 薇薇 可否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他们正在进行的是哪个阶段的准备呢 是的 陈子 现在进行的最后阶段是检查的各方面的工作 我们知道他们从魏天阁出发抵达到了 现在是已经从经过轨道舱 然后下入到返回舱 也就是返回舱是他们在升天过程当中所需要停留的位置 现在做的工作是检查 有一些物品是他们在地面使用的物品 但是这些物品不能带上天 所以进行逐项的一个确认之后 然后由工作人员会拿出到返回舱之外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三名航天员也都是按照飞行手册 在做一项一项的逐项的确认 我现在也是完成了转场的工作 我们现在已经抵达到的是距离发射塔价1.5公里的位置 也就是在火箭发射的时候 我们所能够停留的最近的一个位置 而我们现在的现场的各个记者都是在紧张的工作 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场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工作人员是已经把一些物品带走 开始关闭舱门的一个相关工作了 程泽 好的 感谢维伟从前线我们带来的一个第一手的介绍 我们也先去一下广告 下节回来带您继续关注神舟12号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欢迎回来 我们一起继续再来关注到中国载人飞船 神舟12号在今天稍后即将发射升空 三名宇航员呢 目前已经在了飞船舱里面 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检查和调试工作 我们继续来看现场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三名宇航员 目前是神情轻松 甚至是露出了笑容 也来请霍伟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他们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准备阶段呢 实际上我们能看得出来 我们的航天员呢 现在一个个面露笑容 说明非常非常的轻松 也说明我们的航天员的心理素质是相当相当的之强 包括你像念海生已经第三次飞舰了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飞舰了 所以对整个操作流程也是非常熟悉 你看每个航天员现在都在准备 那么准备完之后的话 也都需要向地面来进行汇报自己准备的状态 而且准备的状态也会在这种笔记本上也做出详细的记录 然后每一个环节都会记录下来 而且你看他这个座椅其实也是可以调整的 也就是要让每一个人达到一个最舒服的这个环节 当然呢 这些航天员在地面进行训练的时候 这些动作都已经是耳熟能详了 而且可以说是都非常的顺手 非常的熟悉 现在进入到的是真实的飞船的状态 这个真实飞船状态和地面的模拟器的状态也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所有的飞行员呢也都应该是清车熟路 什么东西都应该是很很正常 包括在整个飞行的过程中也都需要记一下这个飞行日记 这些东西都实际上都是我们的航天员必备的一些操作规程操作流程 作为聂海胜来讲的话 他是作为整个这次乘组的指令长 指令长的意思就是他是整个这三名航天层组的一个具体的管理者 无论是在飞船上还是到了空间站之后的话 就是由聂海胜来作为整个的这种管理者 那么实际上航天员在分类的时候 它其实是包括三种分类 一种就是指令长 指令长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操控航天器的 操控空间站的 那么要维持空间站的正常的运行 包括姿态稳定 而且这种飞行轨迹正常 这是指令长要干的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做的民航飞机 你看民航飞机里面它会有机械师 包括直升机里面也会有机械师 所以我们还有一名航天员 它其实它更多的是要担任的是航天工程师的概念 也就是要在空间站上 包括在飞船上要执行一些相应的工程工作 包括如果要是航天器出现了问题的话 也需要做一些维护 还有一名航天员 它是载荷工程师 也就是要承担各种各样的实验任务 而且在国外呢 有些载荷工程师是由科学家来担当 所以我们的航天员每一个人都是一专多能 每一个人都具备其他岗位的能力 上次 是 我谢谢宋先生的解说 我们看到现场的三名航天员的头罩已经戴好 手套也已经戴好 安全带都已经系好了 也是在提醒着我们距离真正的发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 那么中国载人飞船神周12号 在今天将会在瞄准9点22分发射升空 而九旋卫星发射中心呢 在稍早前6点30分左右 也是为三名宇航员举行了一个出征仪式 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场画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支援长同志 我们奉命之行 神周12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 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聂海胜 航天员刘伯明 含天员 汤红波 出发 屎人 汤红波 出发 启天员 汤红波 出发 启天员 沤红波 出发 启天员 成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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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三名航天员的一个出征仪式 那么目前我们再把现场切回到此时此刻 来看看三名航天员正在做着的准备工作 那么现在距离神舟12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时间呢 还有两个小时 我们也来请教到时日评论员宋忠平先生 目前他们现在进行的是一个怎样的准备阶段呢 实际上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就是整个维护塔架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也就是整个这种这种平台呢已经都移走了 这就表明的话整个发射舱门已经关闭 也就是飞船的舱门已经关闭 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整个长征2F运载火箭的全貌 你看现在画面上所展示的就叫陶翼塔 陶翼塔是整个飞船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飞船在刚刚开始飞行的过程中 如果要是出现了一些意外 主要指的是运载火箭出现意外的话 这个陶翼塔呢就会把飞船先拉走 然后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实施降落 这也是我们飞船的一个保护神 就是在火箭刚开始进行发射 大概是在一两百秒期间的话 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我们将会通过陶翼塔的方式 来把我们的飞船带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地带 这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画面 那么目前这段阶段要干什么呢 其实要做这么几项工作 一方面的话就是人员要做好准备 首先的话人员的心理素质 包括相关的一些身体素质 也在接受地面各种各样的测试 尽管你看我们的人现在都是在航天器里 在我们的飞船里面 但实际上地面的安保系统 包括地面的健康管理系统 也在对我们的宇航员进行各种各样身体素质的这种检测 也就是对所有人员的身体素质 要做到一个实时的这种查验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对整个火箭和飞船 要进行各种各样的体检和测试 只要这个飞船这个火箭还没有发射 所有的测试工作都必须要进行 而且在目前这种状态下的话 飞船呢也会在我们的测试发射控制间里面 来体现整个飞船的这种状态 是否正常 包括我们的运载火箭 长征2F 也需要在整个我们的测发空间里面 来展现它的技术状态 是不是符合我们发射的实际需求 整个这个状态 一直要持续到我们整个火箭点火升空 那么现在呢 整个飞船也好 包括我们的火箭也好 它的所有的供配电呢 都是由地面来供电 通过相应的这种插拔的电缆 或者是拖拔的电缆来实施信号的上下行 另外呢 就是这种实时的供电 那么一旦完成了转电的工作 也就是在发射之前要进行转电 转电工作之后的话 就需要把整个地面的供电 转到我们舰上的供电 以及我们船上的供电 这样的话就和地面之间的信息 这种电力供应就把它切断 另外呢 就是其他的这些这种通过有线的这种传输的信号 也会转为无线的传输信号 也就是要通过摇测系统 通过我们的外摇测系统 以及内摇测系统 来对整个飞船 以及我们的火箭工作状态 来做到一个清晰的这种普查 包括你看 现在由于这种通讯技术已经比较发达 从神舟五号 就是我们第一艘载人飞船 一直到现在的神舟十二号 我们都可以通过实时的这种监控系统 也就是通过实时的摄像头 来了解我们舱内的任何的这种工作环境 而且不留死角 来了解我们航天员的一个基本的状态 包括你看 刚才我们看到我们的航天员 一个一个都面带笑容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实时的画面 都可以看到 这就得益于我们通讯技术 现在是越来越发达 现在三名航天员 大家能看得出来 在静养 在闭目养神 那么也在为两个小时之后的发射 来养精蓄锐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火箭一飞冲天 让我们的航天员 尽快进入到我们的空间站 生死 好的 感谢宋先生我们带来的解读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下节回来带您继续关注 欢迎回来 前周十二号三名航天员 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的出征仪式 十七号清晨六点半左右 即是发射前大约三个小时 在九群卫星发射中心举行 三名航天员换上了舱内航天服 走到问天阁广场 接受航天呈大批工作人员 以及群众的夹道欢送 三年之后 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 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的总指挥长 李尚福汇报 出征已经准备就绪 我们奉命之行 神周十二号 载人飞行任务 准备完毕 请指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 航天员大队 航天员 聂海胜 航天员刘波明 航天员 汤红波 出发 是 应礼 命 在获得出征命令之后 三名航天员登上专用巴士 在警车开路之下 前往发射塔 登上搭载神周十二号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 展开了这次神周十二号载人飞行的任务 在出征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席亮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习近平主席 为三人撞行 三名航天员 聂海胜 刘波明 汤红波的出征仪式结束之后 三人也乘车 到达了飞船发射塔 我们一起来看看稍早前的画面 我们目前看到的画面呢 是稍早前 三名航天员在 在结束了出征仪式之后呢 乘车抵达了发射场 他们向现场的技术人员工作人员挥手致意 我们在北京 等你们海贤而归 神舟12号载人飞船计划是在今天上午 9点22分发射升空 那么目前看到三名飞航天员呢 已经到达了发射塔下 好有关这一次神舟12号载人航天任务的最新消息 我们也立刻再来连线到正在九泉卫星发射现场的记者霍卫 来了解一下 维维你好 早上好 橙子 科夫在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一个最新情况呢 好的橙子 这个介绍的话 目前我们是已经到了发射台架 下面1.5公里的位置 这是我们在发射的时候 人员可以接近的最近的一个距离 这一档节目的介绍的我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航天员的部分 你刚刚也介绍了航天员的出征以及他们抵达之后 而现在目前展望消息是 航天员已经进入到了他们这一次飞天过程当中所搭乘的神舟12号的返回舱当中 进行了航天服的各项测试工作已经是结束了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最后阶段的关闭舱门和整个的封舱工作 他们也在按照自己的飞行手册做最后的确认 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现场情况 我们现场今天的天气 因为航天发射天气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是晴空万里 风也非常的弱 是非常适合发射的一个天气状况 可以说这次是天时地利人和 而关于发射塔架方面 刚刚是已经宣布进入到了发射前负二小时 发射塔架是有四个回转平台 最上面的一个回转平台是刚刚已经打开 在发射前负二小时的时间已经打开 可以依稀地看到了在长征二号F112火箭最上端的陶一塔台间的位置 接下来在负一小时的时候 发射塔架的最下端两个回转平台将会先后的打开 而航天员所在的神舟12号这个飞船舱所在的第三 从下往上数的第三个回转平台 将会在发射前的半小时的时候才会打开 我们在现场持续会带来相关消息 创测 好的感谢韦韦在前方 我们就发射前的一些工作准备流程 我们带来的一个最新介绍 另外呢我们也来请到时日评论员宋忠平先生 我们做一下点评分析 宋先生您好 宋子好 我们也知道这一次是时隔将近五年之后 中国再次进行神舟飞船载人任务 那神舟12号这次的发射 您认为对于中国空间站的建设有怎样的意义呢 我觉得这是具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而且这个成果和之前我们的神舟飞船发射还是不一样的 那么中国的空间站建设真的是后继勃发 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今天呀 包括你看我们现在的神舟12号飞船 它要对接的是我们的天河核心舱 我们之前的神舟飞船尤其是10号和11号对接的一个是我们的目标飞行器 另外一个是对接的我们第一代的空间实验室 但是前两个呢都是一时而没有厅 我们现在要建设的空间站呢是一时两厅是一个很大的房子 这样的话就会让中国的空间站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站 而且这种功能也比以前更多一些 如果说我们的天宫一号是一个毛皮房的话 那么我们的天宫二号顶多就是一个简装修 那么到了我们的天宫现在这个天河实验舱 也就是我们的核心舱 它就是一个完全精装修的房子 所以我们现在三名航天员在上面至少要待三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将近100天 这也是实现了一个跨越时 我们之前呢最长的驻轨时间只有大概30天的时间 所以现在也实现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另外呢对我们的神舟12号飞船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它其实这里面最大的考验呢 就是一个天地往返工具 再次得到了一个技术验证 和我们之前10号11号神舟飞船包括8号之后的神舟飞船相比的话 我们神舟12号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批量生产 而且是一个技术定型的这种技术状态 这样的话我们在今年年底还会发射神舟13号 这个技术状态和我们的神舟12号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我们在明年也将会发射两艘神舟飞船 这技术状态都是一样 这和我们之前的神舟飞船相比的话是不一样 神舟飞船之前基本上每一个搜飞船都会比下一个飞船有一些改进 那么现在这些技术状态就基本上处在同一个技术状态 而且和神舟11号相比的话改进的地方还比较大 可以说是我们神舟飞船里面的新一代神舟飞船 那么对整个技术进行验证也就非常关键 包括你看神舟飞船在进行技术验证的过程中的话 其中就有一个快速对接的技术 这个是我们之前所并不具备的 你看我们之前神舟飞船要和我们的天宫2号进行对接的时候 需要将近两天的时间 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对接是由地面来控制 而并不是由神舟飞船和我们的天河核心舱相互之间自主对接 所以就需要加装一套自主对接的装置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神舟12号的飞船它更加人性化 而且设计的更加体贴让航天员具备更强的舒适性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还有就是神舟飞船的有一些惯性导航的系统 包括导航指导与控制的一些系统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那么在返回的时候它的落点也将会更加的精准 这都是对神舟12号飞船的一个重要的考验 而且我们飞船还加装了新一代的逃生系统 也就是安全系数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提升 这个都是我们之前的神舟飞船所不具备的 既然要成为批量生产的飞船的话 那么也就变成了一个天地往返的一个穿梭巴士 这样的话也可以让中国的天地往返工具 有一个更好的技术状态 适合于我们中国航天的发展称子 是 正如您所说 无论是我们的神舟飞船 还是我们的中国空间站这个条件 工作生活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那我们也知道 今年是中国空间站载轨建设的一个开端之年 也是中国实现在人航天三步走的最后一步了 那么对于中国的航天事业发展 您如何来解读呢 应该这么来讲吧 如果要是在我们建设空间站 包括我们的天问一号发射 以及嫦娥五号发射之前的话 中国基本上还是稳定在航天大国的第二梯队 也就是我们是第二梯队的领头羊 正是因为我们现在建设了空间站 而且成功发射了天问一号 成功发射了我们的嫦娥五号 中国现在已经挤身成为航天强国 我记得就在前几天俄罗斯的航天部门的发言人就指出一点 说尽管我们的航天预算并不多 但是我们还属于是航天强国 中国现在在空间站建设完之后的话 我们将会成为航天强国 我们将会进入第一梯队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中国在工程建设上的话 是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走的今天 航天工程分为三步走 但是它的工程的代号叫921工程 921工程的意思就是它是从92年1月开始正式立项 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已经30年了 我们30年磨一件 30年磨一个空间站 让我们能够稳步的发展 这就表明中国的航天工程将会是越来越强 越来越好 而且我们现在建造的是地球空间站 也就是在整个地球环绕地球建立的这样一个 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 这个空间站的话将会有多人来承载 未来我们也会把这个空间站移植到哪呢 移植到越球建立越球空间站 所以我们所谓的载人航天 其实它是没有止境的 尽管我们现在是分三步走 但是未来我们这条载人航天之路的话 将会进入到深空 甚至我们可以在越球 甚至在火星都建立载人的一些系统 所以我们这些方面也在不断地去发展 好的感谢宋先生 带我们一起解读和展望 来继续一起来关注中国载人飞船 神舟12号在今天即将发射升空了 三名航天员呢 目前也正在飞船的发射现场 我们继续来看现场画面 长江6号 第一次综合检查 正常 东风明白 东风我是华山 我是东风 华山请讲 华山第一次综合检查 正常 东风明白 这里应该有个调查 各号注意 我是东风 收集第一次综合检查情况 林八号 第一次综合检查 正常 太远 第一次综合检查 正常 亲身 第一次综合检查 正常 双场 第一次综合检查 正常 五号 第一次综合检查 正常 好我们刚才看到的是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 各方都在反复的确认 第一次的综合检查 各项的数据都是正常的 我们也来请到宋先生 继续我们来分析解读 那目前他们进行到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准备阶段 还总共还会有几次的综合检查呢 一般来讲的话 要有三次综合检查 那么现在的综合检查 它每一次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所谓综合检查的话 就是指对整个全舰系统 包括连带飞船 进行各种各样系统的测试 实际上作为飞船也好 作为运载火箭也好 它是包括几种检查的方式 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在技术阵地 一般我们把发射塔架 称之为是发射阵地 在技术阵地的话 可以进行单元检查 也就是单元测试 也需要进行分系统测试 分系统测试的话 就是你像一般来讲的话 运载火箭包括很多个分系统 每个分系统都需要进行 各种各样的测试 那么在单元测试 以及分系统测试 都已经合格之后的话 就需要进行的 就是总检查 总检查实际上 就是一个权健的核链的概念 也就是每个系统都正常工作 那么是不是这个流程 能够满足实际的需求的话 就需要通过总检查 来进行发射之前的模拟 所以总检查 它所代表的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要对 整个发射的过程 进行全流程的模拟 包括其中还有一次 总检查 它是对整个发射流程里面 如果出现意外状态的话 也需要进行一次测试 来确保应急的系统 也能够正常的工作 这就是总检查 而且总检查 它不仅仅是在火箭 以及船等等这些系统 它是所有的配套的系统 都需要进行总检查 刚才你看大家听到了 这个画面里面 就提到了华山 这个实际上指的是测空站 测空站也要需要通过 这种摇测系统 也需要进行这种总检查 就是每一个系统都必须严丝合缝 才能够确保火箭 在最后发射期间 不会有任何技术上的问题 而且这整个总检查 它这个控制在哪呢 就是在测发空间 也就是在指挥控制间 在这个指挥控制间里面 由各个号手来进行 这种联合的测试 通过各种各样命令的下达 包括一些操作按钮的 来下达这种指令 最后呢对整个弹上的系统 舰上的系统 以及船上的系统 进行全套的这种检查 那么这种核链呢 一定要经过若干次的核链之后的话 才能够对船 以及我们运载火箭的各个系统 做到心中有数 而且这种总检查的话 其实它都是有一定的侧重点 就是希望对整个舰上的系统 包括船上的系统做到一个了如指挡 然后对整个发射流程 才能够有一个全盘的掌握 所以这个工作也是相当相当之重要 是 好的 感谢宋先生我们带来的介绍 另外有关这一次的发射任务的最新消息呢 我们也立刻要再次来连线到 正在九泉卫星发射现场的记者霍伍伟了解一下 韦伟你好 你好 陈子 时间已经来到了将近八点钟 可否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掌握到哪些最新消息呢 是的 陈子 刚刚的宋老师也是介绍了 目前整个的系统 包括是我们所在的东风航天城 以及各个监测系统 都在进行最后的一个核链 做综合的一个检测 刚刚下达指令是在 舰内的整个的神舟十二号的航天员的整体状态 也是目前已经检测完毕 下一步即将就是整个的关闭舱门之后 进入整个的检测程序之后 将会等待的是-1小时 整体的现场的发射塔架的 下侧的两个回转平台就会打开 这是进入到更进一步的发射准备工作 从现场我们可能等待的时间比较长 大家感觉说有一点疲劳的感觉 但其实整体的现场的工作状态 现在是非常紧张的 而包括我们记者媒体在现场 也是大家现在都在忙着调试自己的设备 等待着稍后的发射 是 科夫也问我们介绍一下 你在现场了解到对于这一次的发射 各个媒体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关注点呢 以及对于目前这样一次的发射 对于中国航天事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是的 诚子确实我们这一次是境外媒体的一个采访团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采访 各家媒体的关注点也是各不相同 包括对于整个的中国空间站建设 下一阶段建成之后该如何去合作 国际合作 以及包括中美之间的合作该如何推进等等 这都是不同的媒体有各自的关注焦点 而且还有很多媒体是非常希望能够救市 因为这次也是中国时隔四年多 接近五年的时间再次做载人发射任务 所以也非常希望在载人发射方面有更多的一个了解 包括中国现在正在研制新一代的载人飞船的工作 进展如何 目前是已经进行了两次的实验 有媒体非常关注我们的载人工具 未来空间站建成之后 留人助手是一个常态化 那么载人航天也是个常态化之下 中国会如何去做 也是很多媒体的一个关注焦点 确实这一次的中国神舟12号的发射 对于整个的外太空探索 包括是中国的航天事业的发展来说 也是一个关键阶段 因为这是中国空间站建设 关键技术验证的第四次发射 但同时也是第一次载人发射 也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时期 进入到关键时期 下一步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将会进行的是 还要进行两次的是空间站舱段的发射 还要进行三次的货运分船 三次的载人飞船的发射 来完成在2022年完成整个的建设工作 为下一步的正式运营做准备 上次 好的 感谢韦韦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中国神舟12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早上的9点22分发射升空 三名航天员会在太空逗留三个月 验证空间站的关键技术 凤凰卫视资讯台在今天早上8点 将会播出神舟12号载人飞船升空的特别节目 敬请留意收看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天好心情 我们再会